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献给旅行者 365日 我们今天来看一首《现代诗》 这位现代诗人 是去年刚过世的周孟蝶先生 周孟蝶的作品 我们都认为它跟佛学 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这人生活非常简朴 我们大家都在读书的时代 都记得他是在武昌街 白明星咖啡馆的楼下 白一个书摊在那边卖书 随便的手得当然非常少 所以他的生活其实是相当的辛苦 以这样辛苦的一个诗人 他的观察 他的领悟 其实跟我们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就是一个非常寡人 很少讲话的诗人 所以他的哲诗 他的想法 都从他的诗句里面出来 这样的诗句 我们就觉得是一种非常灵练的 非常灵练的 非常浓缩的那样的作品 今天我们看的是他的一首作品 叫做《在路上》 刚好呼应我们今天的这个 献给旅行者这样 所以这首诗其实真的就是 人生就像一趟旅程 这段旅程我们会遇到什么 我们感觉到什么 其实这一首诗《在路上》 就写出我们人生一辈子 这样的感觉会是如何 做梦的作品《在路上》 这条路好短 而又好长啊 我已不止一次底 走了不知多少千千万万年了 黑色的尘土覆埋我 而又周周举仰着我 我用泪铸成我的笑 又将笑撒在路旁的金刺上 会不会奇迹地运结出 蓝瓣一两蕊 条原的地平线沉睡着 这条路是一串 永远数不完的又甜又涩的炼珠 这一首诗 其实真的是把我们人的一生 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 我们这条路到底要走多久 其实都很清清楚楚的 每一个人都是在路上 所以这条路好短 一个人七十年八十年九十岁 像周梦迪先生到九十岁 但是对这个漫长的人生 或者说对整个宇宙来讲 这条路七十岁八十岁还是短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种 也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 所以感觉它又好漫长 好像我们到底要追逐什么 哪里才是我们最后的这个宗旨点 我们自己也不清楚 所以又短又长 就是我们在这条人生的路上 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 他说我已不止一次 走了不知多少千千万万年 你看我们知道他也不过活到九十岁 为什么这里用千千万万年 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书一定是夸誓 一定是很夸誓的方式来写 这条路他说是 我已经不止走了多少次千千万万年 所以这个就是夸誓 走的好长好长好长一段年 我们记得这个 徐慕容最有名的诗 《一棵开花的树》 他其中的也有一句一样很夸誓 我在佛前 我在佛的面前求了五百年 你看一个人的一生 我们不够八九十岁吧 他求了五百年 为了结一个善缘 所以用五百年来讲 我们在努力 我们在不屑的 不断的在祈求 跟对方 跟一个我们所心里的人 结一个善缘 所以要用五百年去追求 这里用千千万万年 不知走了多少次 是说我们走了一趟 这一生可能结束了 还要有一趟 不晓得多少趟 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上 一回一回一次再一次 一直千千万万的这个年数 所以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其实我们看到了千千万年 我们觉得夸誓 但是真的夸誓吗 不完全是 有时候我们觉得千年万年好像很久 有时候我们觉得 诗里面的夸誓 我们觉得是夸誓 其实不一定是 我曾经去爬山的时候 看见说山上在供应茶水 那我没有带茶水 当然我去喝他的茶水 结果他旁边有一首诗 就是说佛约一波水 所以佛说 这个一波水一碗水里面 八万四千丛 里面有八万四千个小微生物在里面 他说如不此此咒 说如果你不念旁边的一个咒语 若死众生肉 你就好像杀了千千万万的生命一样 八万四千个生命 你就杀了八万四千个生命 当时我觉得哪有那么夸张 一杯水里面 还有八万四千个微生物在里面 所以我当时就不敢喝 因为我喝了就等杀生了 但是回到山下 第二天到学校去 我就请教生物老师 一杯水里面到底有多少微生物 一杯水里面有多少微生物 这是郝国民应该有的尝试 但是到底有多少生物老师才会熟悉 所以我请教生物老师 生物老师告诉我 一杯水里面的生物那个数量 微生物的数量是十几万 所以在山上的时候 我觉得好夸张 八万四千丛 但是回到山下 科学家 生物学家告诉你 他这是十几万 所以这里面的千千万万年 我们如果是把它当作文学的夸试 当然是对的 但是有没有想到现实里面 很可能就是这样 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 人生走得漫长非常漫长 黑色的尘土覆埋我 这个黑色的尘土 我们人走了以后 就被土手掩埋了 土葬就被土手掩埋了 但是有没有想到 那些泥土也是在滋养我们 所谓的植物都长在泥土里面 所以它也在滋养我们 我们所吃的 我们所用的 几乎都来自泥土 所以它正在滋养着我们 所以 泥土是覆埋了我们 但是也是滋养我们的东西 那现代诗的学法里面 刚才我们讲了夸试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对比 刚才这个黑泥 暗图覆埋我们 但是它又滋养我们 这两个观念就是一个对比的观念 那对比的观念还看出 在周梦德的《在路上》这首诗 它下面还有一句 我用泪 做成我的笑 又将笑 灑在路旁的金刺上 这也是用对比的方式写出来 所以诗人 尤其是现代诗人 大量的用对比的东西 来写出那作品 我们人生一定很苦 所以我用泪 我用泪在努力 我流着泪 流着血汗 我在做什么 我希望得到欢笑 得到快乐 得到美满 所以用泪注成我的笑 那个笑就象征了幸福 但是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当然就历尽千辛万苦 然后我的微笑 是撒在路旁的金刺上 金刺上也是造成我们痛苦 造成我们不舒服的东西 但是我又用笑回报给他们 我们去面对困苦 面对灾难 面对刺伤我们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也是用微笑去面对它 所以这里面的泪和笑是对比的 这里的笑和那个金刺 那个植物长出来的那个金刺 一样是对比 所以这里用对比 尤其周梦迪的作品 我们可以看出 它那个对比是巨大的 非常巨大的 越是巨大 其实越是形成好的张力 所以周梦迪的诗 结出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出 刚才的千千万万年的夸视 看出这里的泪和笑的对比 这个现代诗写作很强调掌握的 其实是这两个特点 所以他说会不会奇迹的 在我们的这个路上运结出 蓝瓣一两锥 蓝瓣就是好的成果 好像蓝花一样的花瓣 有那么一两锥呢 有那么一两朵出现呢 就是我们的努力造就的东西了 所以这个调咬的地平线沉睡着 地平线是一个虚拟的一条线 实际上没有那么一条线 但是每一个人望向天边的时候 不管是海跟天交接的地方 天跟地交接的那地方 我们叫做地平线 我们叫做海平线 或者我们叫做天地线 那条线都是虚拟的 那条虚拟的线 其实象征的是 人类努力追求的一个理想 这个理想永远在遥远的天边 引逗着我们 让我们一直像那个理想 像那个地平线 一直迈进 但是没有一个人 能够到达那个地平线 当然我们认为 到达那个地平线的那个地方 一看全面还是一片大海啊 你还要渡过海啊 海的那边还有一条线 一条地平线 所以我们的理想不是也是这样吗 我们在追求 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们追求人生的第一桶金 我们希望储蓄一百万 当你储蓄一百万就满足了吗 当然不是 就像那地平线一样 更远的地方 我们一个新的理想 我们说不定 希望下一次累积 我们自己的财富 成为五百万一千万 就是人在努力追求的东西 所以会不会奇迹的 在很遥远的那个地平线的地方 在我们的路上会有蓝瓣 会有漂亮的花一两朵一两蕊出现呢 我们都是这样在期望 这条路是一串永远数不完的 又甜又色的念珠 我们知道这个数量念珠的人 比如说一百零八颗好了 他其实是环形的 圆形的 所以你当然一颗一颗一颗 这样数过以后 你又回到哪里 又回到第一颗的地方 又回到第一颗 慢慢你又数算数算 又回 所以我们一般人都会说 有始有终 但是古代人不这样有始有终 他叫做终始 所以当你走到生命环节最后的地方 其实是一个新的起点 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念珠给我们的这样的意念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你念佛吧 念一次两次三次这样一算 算到一百零颗 一百零八颗还都触摸完了 念毕了 难道就是我们念佛就这样结束了吗 当然不是 又从第一颗开始 所以这里面讲 告诉我们 人生就是一串永远数不完的 又甜又色的念珠 换句话这里有美好的甜 也有人生的悲惨的苦涩的东西 在我们人生里面 一定有快乐的时候 一样有高潮的时候 一样有低潮的时候 有悲心的时候 所以就像那个数不完的念珠 这个就是人生 一串永远你数不完的念珠 所以这条路在路上 所以简单的讲 这首诗告诉我们 人生你很可能走不完的 永远在路上 这一世你可能走完了 你还可能下一世又继续在走 所以这里面你说短 一生是很短的 你说长 因为它没有止境 就像地平线 遥远的地方一直在引斗着你 所以这些路 我们也可以感觉上 它是很长很长的 所以在这条路上 每一个人尽自己的心力去走 每一个人的这一辈子 都很希望我们在这辈子里面 结出幸福的花朵 能不能结出来 它也说用奇迹 会不会奇迹的印结出来 换句话说 能够结出一朵两朵 那就是奇迹 每一个人一生所在努力的 也不过是期望 自己的一生里面 有结出好的效果出来 这个是在路上 所以在路上这一首诗告诉我们 人生的路是漫长的 人生的修养是漫长的 我们一步一步子走 我们的理想就在远方 引垛着我们 但是那不完全 人生的一个终了的时候 它很可能继续一串一串的路 一段一段的理想 我们去实现 谢谢 今天我们讲完 这个周梦迪先生的在路上 希望下次再跟各位相会